我们已经很多次的指出来 当前两岸关系紧张严峻 台海和平稳定 风险升高 根源是在与民进的当局勾连外部势力 不断进行谋督挑衅 还有个别国家 出于以台制华的目的 操弄涉台的议题 阻挠中国统一和民族复兴 那么实现祖国完全统一呢 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愿望 我们是有耐心的 愿意呢 以最大的诚意 尽最大的努力 来争取和平统一的前景 那么同时呢 我们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决心呢 是坚定不移的 绝不允许任何人 任何势力侵犯和分裂祖国的神圣领土 如果台独分裂势力 勾连外部势力挑衅 逼迫甚至突破红线 那么我们将不得不采取 断线处使 断线处使 我们下期再见